- 欢迎收听AfterWork,我是博森,我是唐唐 那我们这集,我看一下要聊什么 嗯,就是那个什么 好,这一集呢,我们要聊的是 平凡遇到错的人是我的问题吗 这个错的人可以说是渣男 或是反正就是渣,渣好像只有在形容男生嘛 所以就想说把他转换成错的人好了 有吗,他只有形容男生吗 我们知道,有渣女好,渣男渣女 好,平凡遇到渣男渣女是我的问题吗 我们在聊之前,我们先来聊一点题外的东西 也不算题外啦,就是问一个问题好了 如果满分十分,你给你自己的恋爱技巧打几分 嗯,要看什么样的恋爱技巧 就是,如果是以,比如说在一起前 就是什么约会浪漫那种恋爱技巧 我觉得自己有八到九 但如果是在一起之后的恋爱技巧 我觉得我给自己大概三到四 好像也差不多 真的是这样,我分享五个人 不同人分享他们自己打几分好了 他们都是很会说话的人 A说他给他自己打零分 因为他觉得恋爱最好不用技巧 这就是一个很漂亮的干话 然后再来B说 我给我自己打两分 他说因为恋爱还是需要一点技巧 但是重要的是 靠技巧是不能够发展一段有意义的关系 反正他也是讲了一段很漂亮的话 然后再来,难说难说 C就说 他说他给他自己的恋爱技巧打五分 他说因为恋爱是两个人的事 另外五分归对方 也是你觉得很欠打的 对啊 然后D说我给自己打六万分 因为我想打多少分就打多少 这就是一个问题 反正就是一个很无聊的问题 问问大家 但是让大家笑笑 好,那我们现在来聊正事 六万分 不是,打六万分是谁要让你做的 反正就是一个很欠打人 我觉得就是每个人有不同的角度 然后去看待这个问题 我觉得蛮好笑的 那首先一开始你自己会有立场吗 就对于如果你一直遇到错的人 不对的人 然后或是家男家女 你会觉得是你的问题吗 我觉得是看经验 看经验看年纪 如果是我比如说几年前 三四年前四五年前 我可能就会觉得 一定是我哪里不够好啊什么的 对,就是我不太会怪对方说 如果我们这段关系失败了 就比如说我们暧昧啊 或者交往或什么的失败了 我不会去怪对方说是 这都是对方问题 我会先看说 是不是我哪里出了错 我觉得恋爱中的人 不太会找对方的缺点 他反而都会帮对方 cover他们的缺点 就比如说朋友说 他怎么样怎么样 我就觉得他怎么样怎么样 你就会说没有啦 他什么其实是怎样怎样 但其实你自己根本也知道 自己不OK 但就是你就是想说 没有,我喜欢他 就是他人很好啊 那我就是帮他cover这样子 然后就事后 就过了大概一两个月 结束了快半年 然后朋友跟你说 那时候不是跟你说什么什么 他就说哎哟对啦 自己那时候才觉得说 对啊那时候真的是就有迹象 所以我觉得恋爱中的人 没有办法 不可理喻 恋爱中的人 是不可理喻的生物 对,的确是 但是我们现在就是 来抽离这个状态 我们先想想看 不是自己的问题 我们因为我们大多到现在 都会觉得 不会是自己的问题嘛 我们也在呼吁大家不要觉得 不要一直谴责自己 然后所以我们先站在 不会是自己的问题 这边分享看看好了 渣男可能是最好的前任 就都是分手 如果你跟正常人分手 那非常有可能是 你就是那个分手的原因 但是你跟渣男分手 你绝对是个好人 你知道这个逻辑吗 如果你跟渣男分手 那你一定是好人 没有,这其实也是一个荒谬的逻辑 这个真的是一句干话 我道歉 好,再来就是 就为什么大家喜欢分析自己的问题 就是分析问题有时候不一定有用 如果你觉得分析问题有用 是因为你不知道渣男到底有多方不胜方 就是因为渣男这个东西啊 就是他可能是很广的去中央空调 或是对大家都很好 或者说他其实也不是渣男 只是刚好碰到你 但他没有那么喜欢你 但他又是觉得说 居住家小巷也没什么不好 所以他就在你眼里变成了渣男 也不一定 对 有时候是一个情势下半生的渣男 对有可能是 然后还有一点 有可能有一部分渣男 他们善于伪装吧 就是以前我们可以说 以前我们发现渣男 可能都会是从看讯息的对话记录 现在呢你可能要看外送的地址 还要看他Google map的记录 甚至你可能要看他有没有另外一只手机 所以就你会很累 如果你每次都能发现渣男 你有这个能力 你还谈什么恋爱 你可以去当侦探 不一定啊 对啦不一定 可是因为渣男类型很多嘛 所以你总结问题也不一定有用 是因为你以前认为渣 有钱的才渣 后来发现没钱的也渣 你以前认为帅的渣 但是长得丑的也渣 所以就是不一定 就是十二星座 每个人都可以是渣男嘛 所以就是我们想一想好了 就是如果你被渣了 你已经很委屈 然后还有人要跑过来跟你说 你怎么不反思反思你自己 有可能是你的问题 这种语气其实就是也蛮讨厌的嘛 就像是在学校被霸凌的时候 可能老师你跟老师告状 老师会就说 他怎么不欺负别人 只欺负你 或者你在外面被性骚扰好了 然后也会有一种人说 他为什么不性骚扰别人 就性骚扰你 是不是因为你穿得太暴露了 所以就每次都会有这种声音 在发生好的人身上的时候 就明明这些原因 可能就是因为你的运气不好 但他们还是觉得 可能是你的问题 所以就是想要分享 就跟大家说 尤其是在这些关系当中 如果你遇到了错人 就告诉自己不是你的问题 因为没有任何标准答案的事情 你要以为分析 是自己的问题 一定会陷入无尽的自责 那我觉得还是要 有经验就要学起来 这一次可以学习 对不要傻傻的 就是还继续 把大家都当好人 就是我之前好像有分享过 其实在经历一段关系的时候 我会告知对方说 我可能自己有什么缺点 希望对方可以理解 我们可以沟通 但最后就是会被说 你就是那样 这就是你的问题 你还是一样 你就只会这样 所以有时候被这样子的时候 我还是会觉得 真的问题都只有我吗 可是我觉得就没有 他们就喜欢讲这种 就是对方也会用这种方式来攻击你 然后我就觉得这样子也不太好 我觉得我也是算吗 对某种程度上我也是这种 就是我会把 比如说我的个性是怎么样 我的底线在哪里 然后不喜欢的事情或什么的 我都会跟对方说 如果他能接受那当然OK 那我们就可以试试看在一起或什么的 但我最常碰到的都是那种 对方说可以 但是事实上他根本没有办法接受的类型 然后因为我自己是那种 我不希望别人因为我怎么样怎么样 而委屈自己 我也不想为了对方因为我怎么样 然后牺牲自己什么的 但我同时也不希望我要为对方 委屈对妥协这样子 那我觉得就是两个人都能有 保有自己的空间 然后能好好沟通是最好的状态 我也觉得这样是最好的 因为我其实也没有很喜欢 就是一直去谦让对方或是妥协这件事情 我有时候觉得很多 我觉得世界上大概有一半以上的渣男 都是被知道出来的 就是他不一定是真的本质渣 他可能只是因为 对某些人来说 不合他的意义 不继续跟他在一起找借口 所谓的找借口就是渣男 就是像有时候我就会 我以前啦 以前跟某些人交往的时候 或是约会的时候 然后因为我自己是那种 都会把话讲清楚的人 所以就是结束的时候 我就会说我觉得可能不适合 那是为什么为什么这样子 那如果我觉得哪里不够合 我都会跟对方讲清楚 然后但我后来发现 讲清楚并不完全是一件好事 就是因为对方会觉得你在找借口 你想要当好人 你不想要让对方 你不想要对方讨厌你 你不想要让对方觉得你是坏人 所以你就找了一个借口 然后想要把一切远得非常的漂亮 对但其实不是 我只是真的把我想法跟你说而已 那我不想要这一切就是这样 突然结束 然后没有一个据点 这样子 对啊 我也是这样因为我也是很常想要解释自己的想法跟行为 可是真的会有一群人 也不是一群一种人 他们可能真的听不进去 觉得你在找借口 我之前也遇过一个对象 就是我在跟他想要跟他沟通事情 然后我在表达我的想法 然后他完全听不进去 他就觉得都是我的问题 他真的是打从心里觉得就是我有问题 打从心里觉得我有病 那我就觉得很莫名其妙 尤其是像工作的时候 因为工作也会有不顺的时候 可是我在工作遇到不顺的时候 我很少会抱怨 只是偶尔会靠北一下 我觉得还是在合理范围内 然后像我离职之后 我不是分享虾皮的鸟事 然后就也会被说 那就是你的问题 你就是草莓族 你遇到一点事就撑不下去了 反正就各式各样的声音都叫我不要抱怨 我就觉得我真的是在抱怨 我只是在分享一个经验 然后而且就算我真的在抱怨又怎样 对啊 真的莫名其妙 在被这样子认为的时候 真的蛮不爽的 然后所以确实会让自己有一点点反省 是不是自己不应该这样做 可是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解释就是 其实就只是自己运气不好 坏的事情总会发生 但是你永远要归咎于自己的问题 你就永远能找到那个问题 我在准备这个主题的时候 我其实一直都也在告诉我自己 遇到很多事情 不会是我的问题啊 或是遇到一些不对的人 遇到一些鸟事 就是运气不好 想想看觉得自己的问题的人 因为我曾经也是会一直反省我自己的 然后就会觉得说 可能要防范一下 比如说遇到渣男 或是遇到一些错的人 就是这些事情 好像是可以防范一下的 可是有时候 你要防范的最大的坏处 可能就是你会害怕 你会 你可能会在下次遇到爱情的时候 你会恐惧 你会退缩 所以我不确定防范这件事情 到底是不是有用 当然可能是 一部分是有用 可是有些人防范到最后 他可能是就不敢 不敢再相信爱情这件事情 那是极端啦 但我觉得刚开始很容易变成极端 就是你碰过几个渣男之后 你容易就先跑到另外一个极端 对然后 我自己一开始也是这样子 就是我就不要谈了 都不要谈了这样子 然后后来才慢慢就是移回 比较中间的地带 就是我还是保持对心对向 保持开放的态度 但是就是不要一次就这样栽进去 对就是多观察一些 给自己一点时间 给对方一点时间 那如果真的对方真的适合你 你会看得出来 那如果时间一拉长 对方不适合你 你也会看得出来 那就是不要急 就是你有时候真的是急会误事 但虽然有时候感情就是要一点冲动 但就是我还是觉得还是要给对方 给自己一点空间去了解彼此 我觉得比较给一点距离 给一点距离 就是就不要让自己 就是这么快就这样陷进去 然后到最后只会受伤一次自己 对他的确是这样 有时候不一定代表对方是渣男 有时候可能只是真的是不适合 但是即便是不适合你 如果栽得这么快 你也会觉得说 那我都喜欢上他了 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喜欢 为什么不能在一起 这样子这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了 对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会是自己的问题 对啊 就是真的是没有办法怪别人了 那所以我来讲讲看 觉得会是自己的问题这边 我今天可能会两边不同立场 这样子互相分享 因为就频繁被扎的话 可能是我的问题 因为我没有说他是我的错 就他可能只是一个problem It's not my fault 就是我可以分享一个故事 一个朋友的妈妈 他养了一只吉娃娃 叫小不点 然后是一个 这个故事的开头很奇怪 因为他很小只 吉娃娃他叫小不点 然后是一个很特别的物种 他在择偶上 他就特别不喜欢 他自己的吉娃娃同类 他口味中 他喜欢大型犬 你说吉娃娃喜欢萨摩依的这种吗 对他喜欢上 就是他妈有两另外一只黄金猎犬 他喜欢上那只黄金猎犬 那只黄金猎犬叫艾戴尔 好这不重要 反正就是 这只艾戴尔从来都不对 这个吉娃娃爱理不理的 然后但吉娃娃就是不死心 他就一直撩人家 时不时就去他旁边蹭 然后可能他就会被黄金猎犬摇拉 或是被他伤害 但他就是不死心 只有有一次 不知道是哪里来的胆子 这个吉娃娃 他去撩人家的时候 他动作有点大 结果艾戴尔一踢 就把他踢到要送医院 做手术 然后这场手术 就让他吉娃娃失去了 他做父亲的资格 就是他后来被劫炸了 这只吉娃娃他就再也不能爱了 你说这只吉娃娃频繁的被伤害 频繁的被炸 你能说不是他的问题吗 就是他不是没有守护他自己 但他就是不看 他就是爱那个扎他的爱戴尔 但是我们可能都犯过这个问题 就是花花世界吃男怨狗 所以这可能不是吉娃娃的错 当然他可以坚持爱他的那个 中型的中大型的家养犬 但是他今天被伤害的话 就一定有他的问题在 再来就是频繁被扎 为什么会是我的问题 因为有可能感觉频繁被扎的这个概念 有点太广泛了 就是如果动不动就觉得自己被扎的话 这是不是也代表你遇到了一个烂人 这只代表你遇到了一个人类 就是因为人本来就有白白种 我觉得不能因为感情不顺你的意发展 就说人家是渣男 对 有时候真的就是每个人的界限 每个人的点不太一样 那如果你不能接受 那你不能接受 我觉得没有必要就是 刘朗松说成是渣男 对啊 所以就是说 有忠诚眷属的爱情 他本来就很难得到 所以我们不能一旦没有得到 你就觉得你自己被扎了 所以今天这个主题 可能有两点可以分享的话 在这里是 承认我的问题 不是说对方他就没有问题 他爱有问题 没问题是他的事 这是跟我没有关系 再承认我自己的问题 我并不是说都是我的错 而是你知道问题的本质 错误是用来谴责的 但是问题可能是用来解决的 就是你可以思考你在平凡被扎的情况下 你可不可以做点什么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而不是说你就坐在这里等着命运来救你 但他身边可能会有一种人 他特别喜欢性命 就很喜欢算命 他就是觉得 人在绝望的时候就会去算个命 然后他就觉得人生一定会有一个结束 或是他觉得命运是最简单的 可以去得到一些答案 可是如果你相信这是你的问题的话 这件事情还好办 你一旦相信这是命运的话 那就完了 如果你去算命 你是为了想要改变的话 那就是可以解决 可能如果你一旦相信命运就是 你的未来就一定是这样的话 那就完蛋了 所以你可能去审思一下自己的问题 点在哪里的话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可以去做的 因为如果这世界上真的有命运这件事情的话 就是你还是可以去想办法解决问题 然后可能可以去改变一点点 对 好那我回来讲不是问题好了 不会是我的问题 平凡被扎它不是一种幻觉 它是一个离奇的事件 有些时候呢 你根本找不到自己的问题 比如说另外一段故事 就是有个男友谎称他加班跟前女友吃竹冠晚餐 可是他还把他吃剩下的牛排带给他现任女友吃 所以现任女友到底有什么问题 这故事好烂哦 这故事好烂的 就是一个 谁会这样做啊 真的吗 有 有过这个故事 跟我分享了 就很白痴 可是女生都会很擅长给男生找台阶下 我不一定是女生 就是只要你爱对方 你可能都会给男生找台阶下 然后问题是这些人 因为有时候真的不是自己的问题吗 或是有些人 比如说你有些人很着急 他追着男生 他追着人问说 你告诉我到底是我哪里做的不够好 然后通常得到的回答都是 你很好 是我配不上你 是怎么回答 所以或者是 就是因为你太好了 我压力大 发现就是连渣男都觉得你没有问题 那所以你就要知道 你真的没有问题 不一定啊 有时候渣男说你没有问题 只是在客套 对我知道 但是你就只是把它转换一下 他们的说法 就是如果他们说 他们你没有问题 他觉得他自己不配 你就说对你不配 他说他随 你就说滚 随的意思 爱他就是相信他 反正他就说他不配 你就要爱自己一点 他真的不配 所以你找不到你自己的问题 渣男也说你没有问题 你还要非得问 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你有病吗 渴望自己有问题 才是最大的问题 平凡这件事情 如果平凡被杂 在网路上有一个概念 叫做吸杂体质 吸杂体质 就有些人觉得 他好像是吸杂体质 就是一直都会遇到渣男这种 好像总结了很多 渣男受欢迎的特质 比如说原生家庭不好啊 或是怎么不花对方用钱 或是三缺爱 或是四母性泛滥 然后看完 就觉得每一条 好像都可以是我 然后搞得我陷入了反省 说我条件这么好 体质这么棒 吸力这么大 为什么没有被扎过呢 所以其实就说明 谈恋爱其实不看体质 就是看气质 有一个已婚妇女 他其实也分享 他朋友会呛他 他朋友就会说 你幼稚园之后 一定就有种中年妇女的气质 他后来想想说好像是 因为他长相稳定 性格也很刚硬 谁敢扎他呢 余不一定会死在网银地破 所以吸扎体质完全没有科学 根据也没有道理 一个人谈恋爱 吸引谁 靠的都是优势 怎么会靠缺陷呢 反正网路上有很多那种 防扎的攻略 就是要你什么 火眼金睛啊 你要铁石心肠啊 还是你要眼睛利一点 你要知道一些什么事情 但是你知道这些之后呢 好像可能真的没有人敢扎你 但是可能也没有人敢爱你吧 因为天真的代价就是 天真有代价 不允许自己天真 因为深情被辜负了 就再也不会投入 这听起来可能比扎还令人难过了 我不知道现在大家的爱情观 有什么样的状况 可能太纯 就是如果你太纯情了 别人会笑你 然后你太长情了 别人怕你 然后全心全意爱一个人 爱到连自己都感动了 然后别人说 你太不酷了 你是不是缺爱 就是人人劝你洒脱一点 你不要为任何人难过 可是那些刻苦铭心的伤害都是真的 所以我觉得你在每一个深夜 如果你一直自责自己想想哪里不够好 像好像就是没有办法去获得一段更好的关系 所以今天这个主题的目的不是要讨伐渣 或是怎么样 因为那没有用 因为伤害你的人 他只会 他已经伤害你了 他根本就 他可能也不在乎 所以你也不用浪费时间 想要原谅他们 或是浪费时间去怨恨他们 但是你自己也要在乎 就是你要在乎你自己 然后你不要怀疑也不要自我否定 你要相信就是自己应该是值得被爱 你值得被善待 就是付出真心没有错 如果你真心权益权益的爱一个人的话 你也没有错 就是你不爱我了 刚提到就是如果他不爱你 他对你做一些坏事 你还爱着他也不一定有错 就是这个平凡两个字 总是遇到错的人 为什么我每次都当真 可是这好像也没有关系 因为爱情不就是我们敢喜欢又敢离开吗 你有看那个吧 Tinder Tinder Swindler 好好看喔 对那个很精彩 因为其实里面有一个女主角不是也是吗 他就算被伤害过 他还是 他最后还是说他还在继续滑听的 他好厉害喔 他怎么可以继续滑 我还想说我听到他的故事 我觉得天啊 他也太惨了吧 只有他 但他还相信爱情 他很厉害 对啊 真的是蛮精彩的 我觉得都是要看状况啦 对 我真的是觉得 我觉得谈恋爱没有报 你多碰到几个渣男也没有不好 也不是说碰到渣男是你的错 我觉得有时候不是谁的错的问题 有时候是你碰到什么样的状况 你可以学到什么样的东西 就比如说你可能多碰到几个渣男 OK啊 那你就是学一下什么辨识渣男嘛 那或者是 但也不是说你不用翻译 有时候可能是对方真的也不是渣男 但你觉得他是渣男 所以我觉得检讨对方可以 因为有时候讨厌对方是聊上最好的方式 对 有时候真的讨厌对方是最快 让你自己好起来的方式 没错 但就是有时候你也要想说 是不是自己 其实根本就是我们两个人不适合 以至于你觉得说他还像渣男 因为他不顺着你的意 那这也是有可能的 那也有可能是说 对方真的就是渣男啊 对 那这当然也是有可能 但是我觉得不要说 因为感情不顺 他就立刻断定对方是渣男 或者是你感情不顺 然后就一昧的怪罪自己 我觉得都不是很健康 对 还是要看一下状况是怎么样 有时候或许对方真的有对方的想法 或是对方的难处也不一定 但有时候可能真的没有 但他对方就是中央空调 对 那都没关系 那我觉得只要之后你有那个技巧 或者是你有那个经验去判别说 你接下来的感情想要找什么样的对象 或者是怎么样的迹象 对你来说 其实是就是一个可能不是很OK的 的一个迹象 那你就可以好好就是提醒一下自己 是不是有同样的事情在发生 那你有什么方式可以避免他 或什么的 对 我觉得倒不是说 我不是很喜欢说这种保护自己 之类的这种话 听下来也像什么 很像在我再教人家多穿一点 这样就不会被心情 但就是有时候有一些技巧 对 有些技巧可以学起来 对然后 我觉得比起这种检讨被害人的比喻 我觉得我比较倾向你做 也很像在做生意 对就是有时候你要衡量利弊 而不是说完全的就是用道德价值来判断 有时候会觉得会比较 你可能会比较好过一点 因为有时候人跟人之间的交流 但确实不只是不完全像生意 对就是不完全像生意 但就是你也不能完全以 谁对谁错来判别所有的事情 对对对 对啊的确是这样 因为如果你一直带着 你可能是受害者这个滤镜 去看待你们的关系 你就会 你可能不会觉得你有任何问题 你可能会怪罪对方 像刚刚也有提到 而且如果你用被杂去评断你的感情 当然很过瘾 可是它是一个很粗暴的表现 它可能可以直接否定了 对方爱过你的心 它直接否定了对方的人品 因为它不一定真的 就像刚刚说 可能真的没有那么杂 只是因为它不是你想的那样 所以你就直接把它定义成它杂 因为如果你用这个标签 去看待一段关系 你可能会觉得都是对方的问题 就因为你在一段关系当中 你可能一定会为对方 做出一些浪漫的事情也好 或是它可能也对你做过很多甜蜜的事 但是如果你一旦贴上这个表情 你好像会否定所有 他爱过你这件事情 但其实也不一定是这么绝对 真的 我觉得我碰过很多那种人 就是 因为我自己不是那种特别 喜欢付出 就是倾家荡产 或是倾尽全力付出的人 因为我觉得大家彼此过得 舒服自在最重要 但是我碰过很多那种 一个你交往 或是一个你约会 然后就把所有东西都砸在你身上 就他的生活 他的钱 然后他的所有的时间 就全部都砸在你身上 然后他就会跟你说 我为你付出这么多 我为你牺牲这么多 你怎么样我都OK 我都妥协 然后最后你居然还就是 感觉你还是不够喜欢我 或是你还是要跟我分手 然后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这种就是 我觉得有点变相 会变成情绪勒索 他会觉得他对你 掏心掏肺 可是你为什么没有相对的回馈给我 对啊 对我觉得这种可能也没有办法 因为我很讨厌情绪勒索 就是 因为我觉得你在一段感情里 你要付出多少 那就是你自己要心甘情愿 对 如果我买 比如说买礼物给对方 我就不会期待他说 他要回送给我 我也不会 对 就是你要买那你就买 而且如果觉得就是 如果你真的要买东西送给对方 那当然是你就是心甘情愿 你觉得很适合对方 或是你想对对方好 那你就是给他 你不要就是事后拿 把这件事拿来当囚码 对 对 这反而很可怕 这反而扎的是你 对 这样这样真的不行 就用情绪勒索这种方式 我也觉得很不行 之前我听过一个心理学教的分享 他有一个观点是 就是我们常常在生活中一个毛病 就是在遇到很糟糕事情的时候 总是会觉得一定是人出了问题 他举的例子是他自己的女儿 就是他女儿那时候从学校感冒回来 就回来之后感冒 然后他外婆第一个反应就是 平常叫你多喝水 你就是不听 现在感冒了吧 然后所以遇到事情 第一个觉得 一定是你没有喝水 所以你才感冒了 然后他们本质上就是 你就觉得无法反驳 为什么 因为你刚才说不对 我有喝水 但是我还是感冒 他就会回什么 他会回说 喝的不够 然后就是他们一定会觉得 一定是你 要喝多少 对 是要喝多少 你就说我喝很多了 他还说就是不够多 所以你永远不可能反驳 他们就觉得 你一定有个问题在 你一定喝的不够多 或是你喝的水可能是怎么样 反正他们一定找得出问题来 所以我就觉得 这可能跟长辈的安全感有关系 就是他们比较长辈的人 他们会觉得基本安全 这种东西是 可能是一片好心 觉得他当然是希望你多喝水 但是我觉得他们那个概念 可能就觉得 他会用这个概念 然后去告诉你说 是你自己 你要多喝水 你要怎么样 可是他们那个表达方式 就是会让你觉得 是你的问题 就如果大家都 用这种方式在生活的话 大家都 像现在很多人 也会有这种想法 我不知道 可能是流传下来 大家就这个概念 会觉得说 一件事情发生了 是不是因为我自己的关系 我觉得我们 有些很大多数人 会有自我反省 自我谴责 可能一部分是因为 这种东西流传下来 然后大家会要反省自己 就是今天一件糟糕的事情 发生了 那一定是不是我出了问题 一定我有问题 一定是我不够好 我觉得这件事情 蛮可怕的 所以更可怕的一件事 就是任何事情 你只要觉得是你的问题 你一定找得到 因为你怎么可能找不到 只要你愿意 你永远找得到你的问题 你永远可以自责 这就是我们大家 很熟悉的那种自我谴责 像还有另外一个心理学家 他其实也有在 他自己的书 分享过他的一个经验 他是一个女生的心理学家 他那时候怀孕 生了一个孩子 然后他推着他的小宝宝 在公园 然后他坐在一个椅子上 然后他发觉 他隔壁坐着一个中年的妇女 年纪跟他差不多大 他那个妇女一直盯着他的宝宝看 他又觉得奇怪 他为什么要一直盯着我的宝宝看 他就问他为什么 然后那个人就回他说 因为他曾经有过一个孩子 跟他的宝宝差不多大 可是他后来过世了 可是这个女教授 他当下的反应是 他这是一个可怜的妇人 可是他在心里就会揣车出 各式各样很可怕的念头 说是不是他做了什么事情 他可能没照顾好他的小孩 一定是他哪里舒适 才会让他小孩过世 他那时候当下突然有一种 一定是你是一个不合格的妈妈 你才会让你的小孩 这么年轻就离开 所以他后来就在反思他自己 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他觉得他不想跟他一样 就是如果他要承认 他其实也很爱他的小孩 他觉得他一定要犯什么错 他才会失去小孩 因为那个问题我没有出 所以我的小孩不会过世 就是有一种这种心理的概念 这世界上有很多人 在做这件事情 就是很多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都会去谴责很多人 当然他未必是出于恶意 可是有的时候那种本能就会让人家 我觉得也是那种 比如说像刚刚那个没有喝水的例子好了 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出于一种 你没办法改变外在的环境 你能改变只有你自己 所以能照顾好自己的也只有你自己 所以如果你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就是你没有照顾好自己的这种概念 就是我觉得对老一辈的人来说 因为他们都是那种 他们不会想要改变环境 他们不会想要改变自己 以外的世界的那种人 他自己就是 我只要做好自己的分内的事情 我就可以过得OK 那就对他来说 就是自己是最重要的东西 那所以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觉得他们都倾向于 把责任都拦到自己身上 对 就像我骂一撒 就是你跟老板吵架 是不是你就是上班 是不是就是 都在讲老板坏话 然后是不是你都不认真上班 然后什么事 然后被老板盯上这样子 我说并没有 并不是这样子 我觉得是观念不一样 对 所以导致会有这样不同的想法 对啊 就是他们 他们这种想法未必出于恶意 但是有时候就是他们本能的那种 所以就是你频繁被扎的时候 全世界当然都会 可以告诉你哪里出了问题 但是最不需要的就是你自己 就你出任何事情 全世界所有人都可以告诉你 哪里有问题 但是真的是 你自己可以不用 做这些事情 我觉得没有意识的用这种 用这种逻辑思考是你也是很不健康的事情 对啊 对啊 所以平凡被扎这件事情 好我知道很多人都很痛苦 也许很多的听众可能也不一定是这个题目的对象 他不一定遇到渣男也不一定自己是扎的那个人 可是可以的话可以 先不用看自己受到了什么 而是看到自己拥有了什么 或是成功了什么 平凡被扎可能不是问题 就是没发现被扎才是问题 我觉得就是盲目 像刚刚其实也有讨论到 可能你没有发现他是个渣男 我觉得问题比较严重 或是你明明知道他是渣 但是你还是愿意陷入进去 其实我一个朋友也是 他遇到了一个 反正就是他男朋友劈腿 但是他还是离不开这个男朋友 然后我们都一直想要劝他跟他分手 但他给我们的理由是 他的家人对他很好 熟 对我就觉得 他爸妈 就他说他爸妈对他很好 我觉得那要怎样 对啊 所以呢 你就跟他说啊 你跟他爸妈讲说他屁腿 你觉得他爸妈会说什么 但他就一直停进去 所以我后来也觉得算了 我觉得他只是在找理由吧 对他可能在找理由 对他只是在找理由 就是不想离开 那当然随便找一个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状况 可能才是一个问题 遇到渣男不是问题 忍受渣男吗 这件事情 所以你频繁被渣 就是证明了 你每一次都只做了 一个正确的决定 叫做你有选择分手这件事情 你只是运气不好 因为如果你有见别的能力 你有自尊 你有行动 所以就是你遇到渣男 你可以分手 你才会一直遇到 如果你没有分手 你只是陷入在某一段关系里面 那你才是问题 但是如果你一直都还是 继续相信爱情 你勇敢的追求 你想要追求的幸福 然后你还是遇到有错的人 我觉得那可能 真的就是你运气不好而已 有某一部分 虽然有可能也是自己的问题 但我觉得这些事情 也是很难去区分 到底是问题点来自于哪里 我们今天讨论这个主题 就是通常我们在讲 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但是其实 有问题的就是那个渣男 他不需要讨论 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是 当这个渣男有问题 当你遇到这个人有问题的时候 不一定是渣男 反正就是当你遇到 不对的人的时候 他和我自己有没有关系 你知道渣不渣一定是他的问题 所以如果今天我对他做出 他对不起我的一些判断 我没有放过我自己 我把他归咎于是我自己的问题 我自我怀疑 可是我觉得 我归咎于我自己的问题才可以 把他从我的世界清楚出去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方法 就是你可能用这个方法 然后你不在意他渣不渣 然后你也不去把他定义为 是不是对你不好还是怎么样 你不去评价那些 然后你就觉得 你要专注的人是你自己 可能也可以帮助你更有信心 或是更好的走入你下一段关系 最后就是想要分享 很多人说你的问题出在哪 可能就是因为你不够小心 不够防范 可是学防身术这件事情好了 他有没有用 有用 但是如果我因为没有学防身术 而我被揍了 你不能说我的问题 是因为我没学防身术 这不公平 所以你不可以拿我 没有全副武装自己 或是没有武装的够多 武装的不够 告诉我说这是我的问题 这世界应该不要让我们有这么多的武装 所以这就不会是我们的问题 今天讨论这个主题 就是不管你是会觉得是你自己的问题 还是你觉得是不是你的问题 这两方可能都希望受害者能够放过自己 可是要怎么样放过自己 可能有一群人会觉得你要看到问题 看到自己的问题你才可以放过自己 但是有时候相反 就是比如说我在大学的时候 然后我们曾经有跟一些社会团体合作 有去帮忙协助一些处理家暴的 或是一些情侣的问题 然后他们的话 我们啦就是我们去协助 我们只是在从旁协助 然后记录啦 他们那群真正在帮助的人 他们最大的力气都是在说服这些受害者 告诉他们说这段感情出了问题 不是你的错 不是你的问题 因为一旦只要他们觉得自己有问题 他们一定会兴起一个念头说 是不是只要我改他就可以回来 只要我怎么样他就不会打我 我是可以挽回这段婚姻或是这段关系的 他是爱我的 我现在没有发现 只要我发现我就可以改 就是他希望对方回来 可是那是地狱 就是你没有问题 他就是他们花了很大的力气都是 或是很多的访谈都是在做一件事 就是让他相信他自己没有问题 因为这件事情好像是蛮难的 因为很多受害者 他们往往还是会觉得他也有错 所以我们努力的可能就是这一点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放过自己 这样子 今天的分享差不多这样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 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歌叫做 Destard 祝大家 都可以远离找难 假日脱离苦海 Omithophore 对 祝大家幸福快乐哦 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I don't want to be loved by you I don't need to be hurt or rescued not by you by bwd6 by bwd6 by bwd6 I don't want to be loved by you, be loved by you I don't need to be hurt or rescued, not by you You're so loud, my ears are ringing Or go back to sleep, my time is my thing I'll cut the cords once for all I'm not your possession, no I am mine and only mine So don't cover my shine I don't want to be loved by you, be loved by you I don't need to be hurt or rescued, not by you I don't want to be loved by you, be loved by you I don't need to be hurt or rescued, not by you Just don't cover my shine My thing is my time Now step aside Don't cover my shine My thing is my time I don't need to be felt I don't need to be avent I can see the same I can see the same I can see it 感谢观看